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一下这球 在边路 江志鹏 刚才是斜向杀入到禁区内 大连人队的防守有犯规 所以武汉三镇刚才这段时间里啊 这种频繁的大范围的转移球 在调动大连人中路的防守 这是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的 现在阿齐兹助跑 变换节奏 打向中路 武汉三镇在比赛进行到第23分钟的时候 利用点球的机会率先打破了场上的僵局 这段中间 谢鹏飞 这谢鹏飞这球跌跌撞撞 还传到了邓涵文的脚下 戴维森有机会 打门球进了 比赛进行到第31分钟 武汉三镇这是一次从右路发起的进攻 那一瞬间四个人防守 但是呢 谢鹏飞向前的这个传球 还是到了邓涵文的脚下 大连人队这是进攻的好机会 还是传中球 投球攻击球进了 要在运动战当中送出这样的传球 你如果一直都是刚才45度角 那么摆好了去传 机会是不大的 但是现在左路的进攻 大连人队改变了自己传中球的方式 这球边中结合 打的时机恰到好处 这是曼佐吉脚下发起的进攻 这球传的位置特别的好 然后给到了边路 现在曼佐吉图前 特索涅夫的位置往中间走 传中球给进去 这又有机会啊 好 这球大连人队有机会 已经是到了进去连续调整 最后打门的这一下稍显勉强 但是进攻没有结束 哎呀 慢打呀 霍汉三阵这边进攻来了 给到中间 维着好 直接打门 这球打得很轻巧啊 刚才维着好刚上来的这个 哎哟 球进了 比赛打到71分钟 刚刚说大连人上一波的这个运动战防守 盯人就有问题 再看一下这个球 这给的点也是真好 后场的长传球 有点做 这球出来了 但是有机会 打满球打偏了 哎呀 这人这场比赛得先取分呀 哎 这个犯规这是要吃牌的 本场比赛的主菜派爱昆 这场比赛在之前还没掏牌呢 红牌 红牌 直接发下 没有任何必要的处理 脚离地 两斜钉的一个飞铲 大连人的球员主动送 你这样的话 就你再在进攻线上付出多少的努力 后防线上这个坑田不平 也没有办法去拿到一个理想的结果 这样的话呢 主裁判爱昆吹响了全场比赛的结束上 武汉三镇在客场 最终3比1的比分击败了大连人 取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